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财经日历 在财经日历里面呢 我们找到今天一些重要的数据 那么已经发生的呢 是下午两点半的澳联储的利率决定啊 基本上是维持不变的 那么澳元呢 在下午的时候呢 有轻微的一个下跌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发现今天没有特别多的消息 那么明天的话是星期三 星期三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在我们交易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交易的产品是股票 股票的话 我们就要去看 那么一个就是央行的讲话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是美国方面的话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一些系列的一些会议啊 那么明天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很重要的消息 我们就会延续原来的一个基本的趋势来走 那么到星期四晚上的话 会有一个当周领取失业金人数 那么这个呢 会对股票市场 美国股票市场和外汇啊 起到一定的反应 那么大概的波动幅度呢 如果是在预期内的话 波动幅度就会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如果这里是啊 142万人的话 那么超出这个数字一倍以上的话 市场的波动反应就会非常大 所以说到周四之前呢 我们其实都不需要担心 目前的一个持仓情况啊 大家可以按照原来的一个方向继续持有 那么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啊 最近其实没有需要担心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消息 几个市场啊 一般我们会先看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呢 就是昨天晚上 应该大家都知道 美国市场是大幅上涨 那么白天呢 就是看亚洲盘 亚洲盘的话 我们一般啊 用这个东方财富看的比较多 东方财富呢 本来啊 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在中国上市的 那么其实呢 在最近呢 我们知道中国股市涨了非常多啊 呃 那之前我一直在推荐的一个叫 阿里巴巴啊 大家都非常清楚 阿里巴巴 那么这只公司的股票呢 我们可以交易这个美股的阿里巴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近的一个走势情况 所以呢 各股方面啊 如果大家觉得 澳洲股票已经涨了很多 或者是不是那么有信心的话 我们其实呢 就可以把这个视野啊 放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里面去 那么这个呢 是阿里巴巴昨天晚上的一个涨幅 上涨了7.33% 啊 那么阿里巴巴呢 也是从整个六月份啊 一直跟大家讲 是被严重低估的 一直是中国概念的股票 并且呢 也是中国科技的股票的一个未来 一个导向 那么也是互联网行业中 我认为最有前景并且呢 啊 也是最有 呃 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科技能力和研发能力 应该是所有互联网行业中 比较靠前呢 并且云端计算能力非常强 那么昨天晚上是上涨了 7.3%啊 涨幅非常大 呃 那么之前的话 一直价格都是在220块钱左右 昨天是240块钱 那么市场的对他的一个热情呢 也是非常高的 昨天晚上美股结束之后呢 今天是港股开发 我们再看一下港股的阿里巴巴的走势 那么今天呢 港股是继续上涨 开盘上涨了4% 最高是冲到了6%的一个涨幅 那么到今天下午收盘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啊 中国方面股市A股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那么最近收最后收盘啊 是上涨了3.3%左右 所以呢 阿里巴巴不管是香港港股 还是在美国上市的呢 整体现在都已经受到了资金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青睐程度 那么中国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个股呢 现在是闻风而动啊 整个行业上涨幅度非常大 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上涨了0.37% 深圳上涨了1.72% 创业版上涨了2.44% 大家还记得上周啊给大家讲过的 在中国股市上涨的时候呢 第一梯队啊就是券商类的股票 那么券商金融保险开始拉升股市 打向股市上涨了第一枪 在牛市的初期呢 大盘股开始启动之后呢 那么后续的资金 散户的资金和一些中小机构的资金呢 就会盯上创业版和深圳 那么既所以今天创业版上涨2.4% 上证呢只是涨了0.3% 中间差了2% 所以呢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证明现在的资金呢 开始在中国的中小企业里面去寻找 一些之前没有被上涨啊 或者是没有大量资金进入的一些股票 那么创业版的一个 价格走势啊 给大家调一个日线 虽然我们现在呢 大部分华人在墨尔本只能做这个 海外的股票啊 但是呢中国因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 并且呢我认为未来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表现 会比澳洲比美国要好 是中国大于澳洲大于美国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整个指数呢 从5月份开始也是一路上涨了 没有任何的回调 基本碰线就上 所以呢对中国来讲 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牛市 那么China50指数呢 也是今天出现了一个小幅回落 最高是冲到了16000点 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一个预测啊 是到17000到18000左右 这个是日线啊 其实呢日线是在周一的时候呢 是涨幅最大的 那么上周私网课也跟大家说了 跑步进场抄底中国股市 或者是跑步进场买中国股项 那么所以有没有在上周看到我们的这个网课的朋友呢 在YouTube里面啊 是有这个YouTube里面是有我们的视频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官方的一个MT4的 呃这个sorry是YouTube的一个回放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周是在这里 那么大概呢就是跟大家讲过的 左下角是中国股票市场跑步进场 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afterpay啊 还有这个我之前空做空的paypal呢 基本上都已经止损离场了 呃这个上涨非常太强势了 所以说呢呃如果大家手里订单不多的呢 目前呢还是要以观望为主 整个市场呢 SBM是我之前持有的 那么是黄金的啊 我们回过来看一下澳洲股票市场 那么SBM的话 他呢呃 之前一直不涨啊 那么到现在的话 也是创出了一个小幅的新高 所以说呢今天是上涨了10% 整个股票市场中呢 我们如果是发现了一些好的股票啊 大家不用是总是换来换去啊 我们适当的留守一部分时间 给他多一点时间让他去表现 所以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关注三到四只股票 不同行业的基本上就够了 那么在呃 个股方面下跌的幅度比较大的话 像这个呃 VCNATI啊应该是 他是这个比方说Chesson啊 Glund Waveley的那个Glund Waveley出事的那个地方啊 就是VCX的呃 旗下的一个物业 那么他的话最近因为受疫情影响又比较反复嘛 那么Glund出问题之后呢 连续股票是下跌了差不多10%左右啊 所以说呢这种消息啊 对这种地产零售地产的一个公司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Glund上面那个上面最大的那个牌子啊 那个shopping mall就是VCX旗下的一个产业啊 所以说呢这种消息我们发现的时候呢 大家如果是愿意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做空 在金融市场上做空也非常的容易啊 大部分人都知道在左上角有个new order下订单 然后呢啊数量我们填写比方说是一 那么指数方面的话一呢就是15700点 那么个股方面的话比方说啊这个TWE TWE也是之前一直给大家热情推荐的 那么现在的股价呢也是从10块钱左右上涨到11块钱 那么我本人呢也是非常荣幸啊 在10块钱的时候进场 现在也是13%的啊11的一个回报 11点啊11的13的一个回报啊 所以说呢还OK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们如果是知道这家公司啊 股票有一个底部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热情的去抄底啊 对他有一点支持 所以说呢呃做空的话是after pay 我们看一下今天after pay的价格 他配69块钱 那么比之前的话 其实我们在60块钱做空的时候呢 已经上涨了12%到13 那么正常来讲做空的止损大概是设多少比较合适呢 我认为是设10%啊 因为买涨的话我们知道啊 如果是一只股票从5块钱 涨到了10块钱 那么再从10块钱涨到20 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并且呢我们会翻倍翻两倍翻三倍 但是呢如果是做空的话 我们最大的利润呢也就是翻一倍 比方说我在after pay60块钱啊 做空对吧 60块钱做空 那他跌到零了 我也就是赚60块钱的一个差价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呢我们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如果他从60涨到120的话 再往上涨 我们其实亏的前段就已经超过一倍了 所以说一般做空呢 我们会严格的给自己设一个止损 一般来讲就是10%左右 那么今天的话价格呢是高空 高开啊低走 基本上是因为昨天晚上美国市场的一个影响 美国市场昨天是上涨的 那么市场方面的话 我们做股票投资也好 外汇投资也好 必须要找到一个参照物 美国参照物的话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现在又回到了26000点 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已经开始做空美国的这个指数了 因为我发现科技股实在是太强了 那么科技股像啊 像paypal这种科技股呢 涨势非常凶猛啊 所以说呢干脆回来继续做空 这样比较弱势的一些 怎么说呢 一些权重类的一些工程类的股票啊 包括铁路 那么这些公司呢 都是在ws30里面 就是道雄斯指数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手上有股票的话 那么大家科技股呢 现在做空啊 虽然之前它涨得很高 但是现在啊 依旧是头很猛啊 虽然有可能突然暴跌 但是呢一般上涨五浪中啊 股票上涨的五浪中啊 最后一浪是最猛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决定给自己设一个止损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转换成啊 在这个指数上面开始尝试做空 那么一手呢 这个做空的是多少钱呢 呃 一手的话 我现在是做空了一手 那么啊 这个是道雄斯 价值呢 就是两万六千美金啊 那么我们如果是要做短线的操作的话 我们会发现15分钟线现在呢 已经是被压在了这个黑色的线以下 那么今天的最高点到最低点的一个振幅是多少 一般我们要考虑短线交易的话 要先看振幅 为什么呢 如果振幅啊 当天的振幅比较大的话 那我们其实进去追涨杀跌都没有太大的必要性了 那比方说这只股票已经涨了10% 我们再进去 其实呢 啊 获利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短线来讲的话 所以说呢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给他画一些线 啊 我讲的比较快啊 啊 今天有消息停盘了 非常抱歉啊 对 确实今天是有消息 因为我啊 配已经是止损离场了 所以说今天没有关注 那正好的话是有消息 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是什么消息 暂停交易啊 在澳洲啊 有一个叫615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做的还不错啊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跟他合作了 不给他们广告费了 但是呢 他们平台做的确实还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使用 那么里面有中文的一些信息啊 就是7月7号暂停交易 那么发表的是实现了11.1亿澳元的销售额 是去年的两倍多 并且呢 开始募集资金啊 募集资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研究这个资金呢 是要干嘛的啊 这个呢 都是英文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明天或者后天的时间 给他完整的去大概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中文的翻译 或者大家自己愿意的话 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整体来讲的话 他呢 其实就是分成了三大块的市场 一个呢 是澳新市场 另外一个是美国 另外一个是英国 那么在这个位置 整个市场的一个啊 business的表现来讲的话 那么他呢 是第四季度和19年第四季度的一个增长幅度 那么是非常大的 澳洲市场增长幅度呢 是比较小 是57% 这个呢 是在正常的幅度范围内 美国市场的增长呢 是299% 也就是说现在投资者 投资啊 配也是跟我们上周 网课讲到的是一样的 主要看到了 他能走出国门 能走到美国 大概有4亿人口的一个市场 美国 所以呢 美国方面的投资者 对他也是比较有信心的啊 上涨了299%的一个增幅 就是业绩啊 那么就是销售额啊 是14 16个billion啊 就是16 16个亿 差不多的一个销售额 而英国市场呢 是刚刚开始啊 英国市场呢 从0到0.2 一个billion 所以说呢 也是稳定增长 而澳洲市场呢 增长57% 所以呢 基本上未来的增长幅度呢 都会控制在30%到60%之间 而美国市场呢 可能还会接下来翻倍的增长 那么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下看啊 这个就说具体的细节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那么我们还是 看看能不能知道 他是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明天的话 大家可以问一下各自的这个投资经历啊 如果是有兴趣对 Fpay进行一个短线的交易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跟他们要一下 这个中文的翻译件啊 应该我们明天就会准备出来 发行证券 应该是增配股吧 有人知道吗 扩大加拿大市场已经完成 预计这个季度开发加拿大 其实加拿大市场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啊 我觉得加拿大市场 还是比美国市场差太远 像我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在加拿大的话 基本上是假设一年销售额是100万的话 那么在美国市场 一年的销售额可能是1000万 到1200万 就10倍左右的一个比例 加拿大人民买东西的购物欲望 不是很强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一个报告 那么都是英文的 所以说呢 股票市场之后呢 我们就是一个是比较妖娆的 另外呢 就是阿里巴巴比较看好 虽然现在已经涨了10%啊 从这个前天啊 到今天涨了10% 整体上还是要有个投资组合啊 投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没有准备这个PPT啊 所以说呢 还是简单的带着大家 算了 我就不给大家去找了 那么我们其实呢 整个市场中一定要有个投资组合 就是说 当我们去持有了中国的股票 那么我们呢 就要再看看澳洲有没有好的 再看看美国有没有好的 任何国家和地区之中 他选股票的这个方向和方法是类似的 那么今天因为没有PPT 所以说呢 主要就给大家去看一下短线交易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那么这个呢 是我先看指数吧 那我现在先看这个WS30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交易短线的 那么短线的话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今天看一下它的一个走势 我把它缩小 那么15分钟线的话 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它的一个区间啊 先看区间 再看趋势 那么区间的话 我们从15分钟短期来看的话 基本上呢会有一个通道 好了 这个平行啊 这个平行线的通道就画出来了 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画 非常简单啊 这个通道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通道画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符合我们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带啊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个呢 点是什么位置呢 是这里 这里 哎 我画不上啊 画上了 这里 这里呢 基本上是开始确立了一个短线的上涨的一个信号啊 就是一个W型 W型 然后开始突破了这个黑色的一个均线啊 叫维加斯通道 突破了之后呢 它没有回调 对吧 然后回踩这个蓝色线之后又上去了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横盘啊 这个位置横盘 横盘之后呢 又开始下来回踩黑线 然后一直这样 就基本上从这里啊 这是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这个是确立啊 第一个是信号 叫这里叫信号 就是说我们要关注这个美国道中斯指数是不是可以买涨了啊 这个叫信号 第一个信号出现 那么第二个入最好的入场点呢 其实是在第二个位置 也就是说当他回踩的时候 回踩确认啊 确认对的眼神 然后呢 他没有跌破黑色的线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可以入场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再跟着这个线走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第一个前面是A 后面是B 啊 然后呢 这两个点呢 就开始可以去考虑 能不能形成一条压力线了 那么到B这点呢 没有上去成功 然后又开始下来 然后又一次上去 没有成功 到C点下来 然后呢 这是第三个点 回踩这个黑色的线啊 然后上来 然后到了D的这个位置 然后又失败了 又下来 然后到了第四个位置 所以说呢 从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呢 会发现这条 通道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连续多次啊 这是第五 连续多次的话 基本上在这个狭窄的区间里面 不停的去震荡 这种钱呢 是比较好赚的 就是当我们知道了 那么 第一点信号出现 这个是信号出现之后 我们判断方向 判断方向呢 是上涨 那么上涨的话 我们要选择买入点 以及出场点 买入点好 我们判断出来 那么就是在黑色线 就是说黑色的线呢 是要在最下面的 因为它是年线啊 它的周期是最长 所以说呢 短期的线要在最上面 就是红色的线 在蓝色的线上面 蓝色的线要在黑色的线上面 那么在 一圈一和A之间呢 和字母A之间呢 就形成了啊 一个上涨了 一个信号 非常强烈信号 那我们具体的买入点呢 就要考量 那么在2的位置啊 圈2的位置 那么是最好的一个买入点 那么离场呢 就是B或者是C 那么基本上呢 就确立了上方的一个阻力的一个啊 线段 那么再往前呢 我们也能看到啊 在这个线的最左边啊 对吧 它也是能够有两个支撑点的啊 所以说呢 支撑变成阻力了 那么就开始画这样一条线 那我们在后面呢 就是可以持续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周期 不停的去运作周期的一个交易 在什么时候被打破呢 在5的位置啊 就是说我们继续往后面看 在圈5的位置呢 是被打破了 那么打破了之后呢 又回踩 回踩啊 然后到了这个位置开始上去 然后呢 到了F 那么5的这个位置被打破了之后 如果是我们亏钱了怎么办 亏钱的话 我们是要设止损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一根线止损就很容易被打掉啊 所以说呢 我们做操盘手呢 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会被打掉 这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用担心啊 如果是我要硬扛怎么办 硬扛的话风险就比较大了 因为我们是做短线的嘛 所以说呢 这里啊 是一般来讲是被止损的 因为它有一根下引线 把订单打出去了 我把它全部清理掉 大家现在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啊 这里有一根非常 向下非常快的一根线 这个呢 应该是出了一个数据 如果是我没记错的话 上周出了一个数据周五的时候 那么后来呢 又一路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非常简单 一般我们画区间的区间带啊 区间 区间呢 都是一个平行线啊 所以说呢 你出来第一条啊 这个上面是第一条先出来的 因为阻力特别多 后面是第二条 那么第一条出来之后呢 我们其实呢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啊 放在这个位置 左下边最低点的位置 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这样一条线 那么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要抄底的话 解释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黑线 黑线是第一次考验支撑 那么红线是第二次考验支撑 如果红色线破了 那么我们短线就要离场啊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那么判断 那么到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说的已经是到F了吧 或者是这是F 然后这就到这了 那么这条线呢 还有没有效 还是有效的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那么在这儿可以进场买涨 对不对 这也是非常好的位置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买涨的话 其实呢 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原有的趋势不变 那么这个是问题所在了 就是说这条趋势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股票和这个外汇啊 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产品呢 都不会一直上涨 对吧 那我们现在啊 已经判断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啊 比方说26000的位置 那我们是应该买涨的 但是呢 我想知道的是 我买涨 这次还能不能有可能像之前一样啊 去涨这么多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看什么呢 我就要看周期长一点了 我要看一小时线 啊 一小时线 那么一小时线的话 我就会发现 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 那我把它啊 这是一小时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左边的话是四月份啊 我们看到其实呢 他一直都是在一个大的上涨周期里面 在什么时候出现问题啊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先从大往小看 所以呢 我们做短线交易呢 也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位置 这个呢 是6月10号左右啊 6月10号左右被打破了 那么这个上涨结束了 那么现在的话啊 他是在我们 这个位置啊 我们是这个位置 觉得说是可以画出来一个底部了 对不对 那么开始15分钟上涨 那么这个地步 这个地方呢 啊 60分 一小时线 他也是一个W形能底 所以说跟15分钟是重合的 他的有效性就非常高啊 就是60分钟线加15分钟 两个都构成了一个W底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一个动能就非常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啊 其实呢 我们通过刚刚的这个情况来看 60分钟加15分钟 同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判定啊 在最近的这个通道 是有效性比较高的 那我们再把它缩短一些 我把它再放大 那我回到这个位置 去看一小时线 啊 我们刚刚是15分钟线 现在都是一小时线 那么一小时线的话 我会发现他在红色线上穿蓝色线的时候呢 第一个位置是这里 那么现在的话 他红色线的一直都是在蓝色线上面啊 尤其是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好了 到现在的话 他又下来了 下来的时候呢 啊 支撑位置没有变 为什么呢 底下还有一个黑色的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60分钟啊 就一小时的线来设置这个止损 给大家再放大一点 那么刚刚我们说了 在这个位置 对吧 红色的线 我这是 他就是打到了这里 对吧 这个线是我们画出来了 所以说呢 证明他的有效性 那么现在价格往上走 那么止损放在哪里呢 止损就是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吧 挨得很近 所以说呢 这个买入点就非常的好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比方说是25990 25990买涨 对吧 那止损非常近啊 是25890 大概只有一百个点啊 也说买一手的话 我们只有一百美金的一个亏损 但是我们向上能看到多少呢 向上的话 我们往上看 那么我们最高呢 是到两万六千三百多点 也就是说大概呢 是有三百五十美金的 一个止盈空间 所以说呢 盈亏比是一比三点五 那这样的一个投资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交易呢 就是我们觉得非常完美的一个 因为你赚的钱呢 啊 同样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但是你赚的钱 是可能亏的钱的三点五倍 长此以往下来的话 那么如果都是55开的概率 我们赚钱呢 就是一个必然了啊 所以说呢 交易的次数越多 我们赚的越多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样得出来的 那么我们还是接着刚刚的那个问题啊 就是说看看这个一小时的图形到底是能走多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判断这个数量啊 就是数浪了啊 虽然我也没有数过 那么一对吧 这是一浪 然后二三四五浪 基本上我们看到啊 就是说五浪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对吧 那你如果是把它看成三大浪也没问题 那么现在的话 基本上是呢 就是说我们上涨的动能啊 啊 基本上快结束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 虽然呢 我们刚刚得出的 如果是趋势不变的话 前提呢 有个前提啊 就是趋势不变 依旧是在这个红色的上升通道 那我们是一比三点五的一个盈亏比 对吧 但是现在的问题好了 我们发现 哎 短期的一个上涨动能 已经逐步在消失了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那么加上今天中国股市呢 已经是出现了一个 哎 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不对 早上上涨很猛 然后到下午就下来了 那么香港股市呢 也是高开低走 所以说呢 对于晚上的美国股市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呢 很难出现大幅上涨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是想要继续保持之前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需要的走势是第三种 但是呢 今天很明显出现第三种的概率是在降低的啊 就是根据我们刚刚已经讲短期的市能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呢 最有可能是什么呢 最有可能是回财 然后到了这个均线确实有人继续买入啊 因为它是一个支撑确实在两万六千点是有人买入的 那我们就不能继续在按照之前的一个情况去赚钱了 没有可能赚那么多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是会获利多少走人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 在这个插入里面啊 就是说最上面的插入呢 左上角 我这是英文呢 大家应该叫插入 然后指标 指标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情况啊 去找到自己所擅长的一个指标 那么其实的话 广告啊 其实的话我们就是在区间里面交易的话 那就是说通道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给到大家是这个RSI比较简单的一个指标 那么他呢 就是说到30和70呢 就是一个买入和卖出点 那么如果我们在现在买入的话 我们现在买入的话 基本上呢 等到他的价格呢 不要到70我们走掉 就是基本上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啊 就是中间的位置 那么我们把它往上靠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是这里啊 然后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也连成一条线 我把它放大一些 大家应该就能看清楚了 呃 在这个位置 这里呢 它是有横向的 这里是有横向 然后下来了 然后呢 这里是有支撑的 对吧 那么这里也是有啊 横盘 这里也是有横盘 所以说呢 在这种横盘比较多的地方呢 证明资金的一个压力和阻力 就比较密集啊 而RSI的话 也就是基本上是对应了 这样的一个区间带 对吧 选择方向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 在行情维持原有趋势不变的情况下 它会连续上破 一直往上走 但是在现在不行了 现在的话 我们发现动能已经在衰减了 因为已经是到了后面的几浪 就是说到了上涨的下半场 按照15分钟线来看 15分钟图来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见好就收 所以说呢 只赢的话 就要设在一个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位置 那么就选择资金比较密集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 资金会重新去考虑选择方向 那就跟我们去拍卖会似的啊 一般来讲的话 你喊一个价格 我喊一个价格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只要有人喊价格 马上成交 所以说呢 在第一个出现资金开始考虑犹豫的时候 我们马上走人 那么这个价格呢 就是大约是在26200左右 那么现在的价格呢 是26040 那么下方的止损呢 是25920 就写910吧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算一下 那么26200的话 是上涨是160点的盈利空间 那么下跌的话 是 140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的止盈和止损就比较合理了 刚刚呢 1比3.5呢 那个是非常暴力的情况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的短线呢 就可以这样去做一单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 自己去设定 短线的交易的一个策略和方法 以及止盈止损的一个设定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黑色线和蓝色线是什么 黑色线的话 是叫 他们都是均线 他们都是均线 那么具体是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第一根红线呢 它的周期呢 是五 它是五日均线 第二根呢 是 八日均线 那么之后的话 是12日均线 然后呢 15日均线 蓝色的呢 是长一点的 是30日均线 40日均线 就基本上到最后呢 应该就是60日均线了 那么这是蓝色的啊 都是均线 那么黑色的话呢 是144日的均线 那么还有一条是122均线啊 所以说呢 都是均线 这样的话 它能够看起来 看出来短期的一个 相对强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正常来讲 我是如何 就是说什么都不准备的情况下去做交易 今天确实什么都没准备啊 所以说呢 比较直接啊 也是大家明显能知道 我们自己做交易是怎么判断的 没有准备情况下 我们是怎么去判断 那么现在应该是短线是买涨还是做空 那么止损止盈怎么设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呢 就是澳纽啊 之前一直跟大家说了 那么现在的话也可以啊 大家可以考虑去做一些 那么现在的话 短期因为澳洲现在又lockdown了 就是封城了啊 所以说呢 短期呢 对澳币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个下跌的一个动能 稍微比新兰纽比较多一点了 但是呢 同样我们看到这个 先看长周期啊 看长周期多长呢 能有多长 我们就看多长 那么左下角呢 是1993年啊 所以说到现在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价格呢 始终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在141516年 也就是说这这片区域呢 还是一样的啊 他就是说啊 在这个窄幅里面去拨动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们所认定的一个逻辑呢 就是下方是一啊 一就是最强的一个支撑了 那么上方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是1.13左右 那么今年的话 由于澳洲疫情比新兰严重 我们进行了一个修正啊 就是大概是1.10 或者1.09 1.08附近 因为新西兰接下来还有大选啊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最终的一个年底 左右的一个价格呢 是在1.07到1.08 基本上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在1.06附近呢 我们适当的可以去买涨 那么在1.06下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去买涨 那么今年上半年 很多人是没有赚到钱啊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澳元对新兰 也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一个进场机会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 大幅大幅的一个反弹 所以说呢 在这个产品出现暴跌的时候呢 我们再次认可啊 认可他的一个走势 就不用特别的慌张 那么我们就可以逢低去买一些 那么日线上来讲的话 最好的一个入场点 值得大家第一次大量进入的价格呢 就是 黑色的一个均线啊 那么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看一下 对于均线来讲的话 它也是有比较有效的 那么左边的话 均线呢 在这里会有一个非常多的一个盘整区域 那么在这儿呢 是连续突破 在这是连续下跌 那么这儿呢 又开始有一个连续的阻力 那这是连续的突破 所以说奥纽呢 在均线面前呢 它是有可能秩序下跌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判断 有没有宏观的原因啊 宏观的原因 如果大家记忆力比较好一点的话 其实呢 在19年的话 应该是澳洲大选结束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么在19年后半年的时候呢 是中美贸易战啊 这是中美贸易战 所以呢 澳币被抛弃了 那么澳币下跌的速度呢 就比新西兰要快 所以就下来了啊 这上涨是什么呢 是这个大选结束了 澳洲的政局稳定了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么在这儿呢 又一次大跌是什么 是澳洲的疫情啊 三月份的时候呢 比新兰要严重 那么后来呢 是什么呢 是恢复了控制了 所以呢 疫情控制了 就大涨 那么现在的话 又是澳洲开始出现了一个 疫情上的一个小反复 所以说呢 它可能会下跌 但有没有可能出现 像之前那么大的一个疫情的恐慌 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啊 所以说澳洲政府现在呢 非常的严谨控制了 人家又不让出门了 所以我认为呢 黑色的线啊 就1.056附近 1.056附近 就是大家可以第一次大量进入啊 就是说如果没有资金 没有仓位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比方说 30%左右到40的一个资金 都可以去 我这个资金比例啊 不是说我们就是 本金10万块 我拿3万去买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倒推到这个1 假设呢 我手上有10万澳币 那到1的话 我一手交易 亏多少钱呢 现在是1.0614 对吧 那如果是跌到1了 1.0614 跌到1 一手的话 我亏6,140澳 澳币 我亏6,000多澳币 所以说呢 当我账户上 如果是有6,000多块钱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去交易一手这个产品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账户呢 是有10万块 我们最多 最多 可以买入多少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 10万块 6,000块就能买一手 6万块能买10手 那么其实呢 这个呢 就差不多是15手左右 15手到178手 差不多15到18手 就是10万块钱 我们最多能买这么多的交易量 那我现在呢 大概我会在1.056左右呢 我会去买30% 那个呢 就是差不多是4.5到5手 那如果大家只有一万块钱的话 那我们就按同等比例啊 我们就是0.5手 所以说呢 这样的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第一次入场 为什么我们不做空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决定 他他一定 他下跌的概率很大 最近 那为什么还是不做空呢 这个呢 其实根据个人的一个喜好来定啊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做空这个奥纽 所以说呢 如果是大家有愿意做空的 倒也可以短期啊 所以说呢 这种短线来讲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这个产品呢 是一个比较中长线的 那么如果是大家想要第一次小单入场啊 刚刚我们说是30%到40%的一个大量的 第一次大量入场的一个机会 那么短线的话 其实呢 现在就可以了 0.1.0611 我们看到 他是有几个支撑的 一二三 对不对 那么现在是到了第三个位置 那么如果是跌破了 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他的波动呢 是比较稳重的 所以说呢 如果是在这儿 买入了指引的话 就是设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看这儿有好多 好多好多阻力 对不对 那么就是1.0635的位置 基本上是比较好的一个指引 那么再高一点的话 指引呢 就可以设在这个位置 经常我的指引呢 就差几个点打不到啊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不用完美主义 基本上呢 如果是比较 就是说大家认真对待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获利空间的 有人问 为什么要那么多的蓝色和红色的均线 这样有广告啊 蓝色和 就是这个呢 其实是 我们的一个顾问 叫代入顾比先生 他发明的一个顾比均线 这个人应该大家很有印象 这个是我们就是说 给大家做这个 去年还能做大型活动的时候 我们在11月份邀请他来 给大家一起做的这个中英文翻译啊 同场翻译 但是还是麦克同声传译啊 所以英文也是不错的 麦克那么给大家做的 那么他本人呢 是发明了这个代入顾比均线啊 为什么那么多的一个线啊 其实意思就是说就跟我们怎么说呢 就跟穿衣服似的 穿一件觉得太薄了 多穿几件 就这种感觉 就是更保险啊 这个底部和顶部呢 更明显一些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均线呢 基本上都是很多条啊 就是代入顾比均线 他是一簇的啊 每一个呢 大概都是六条左右 八条左右 短期八条 中期八条 就类似于这种 他对做股票其实是蛮有用的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呢 他都是趋势性非常明显的啊 就是这种这种线 所以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设置 还有什么问题吗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黑色线是刚刚讲过了 黑色线是144天线 蓝色线是短线的是30天到60天的均线 有人说还以为今天没有 非常抱歉啊 分析一下China50 China50的话是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这种情况 还有一百多人在在线看直播啊 真的是非常感动 也非常抱歉 那么China50的话也比较简单 我们刚刚说到了 其实呢 中国的股票市场啊 我们要看的是行业以及资金 A股呢 成交量是激增啊 是1.7万亿 就证明后续资金还是有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看China50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China50里面的权重股 到底是有哪些 中国上证50的这个成分股呢 排在比较前面的有茅台 有银行啊 有一些房地产公司 所以说呢 当我们看China50指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在前两天 就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上证50的涨幅比中国大盘要高得多 那他里面金融行业呢 占了64%啊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64%都是金融板块 那么排在第二的话 是工业以及必需品的消费啊 剩下的我们就不看了 主要是金融 那么就是银行 保险 证券 以及呢 地产类的 就是这几大板块 所以说呢 China50指数呢 背后呢 其实就是国家队 技术图形 我认为呢 对China50的这个 不是影响 不是特别大啊 就是说技术分析上 他整体上来讲的话 已经是突破了前期高点 对吧 是突破了很快 那么我之前也给大家讲 就是说写了一个股评 很多人应该是 不太关注我们的股评啊 但我们是有的 就是说可以跟我们的小助手要 那么这个呢 就是China50里面的一个成分股 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 贵州茅台 新业银行 美的集团 万科集团 民生银行 有点像那种过年的时候 那种播报啊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中信证券 交通银行 五粮业 京东方 保利地产 北京银行 这些等等 中国车 上海上汽 这个中国神华等等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些股票 然后呢 其实呢 China50呢 我们是有一个套利的一个机会的 就是说 因为香港股市啊 香港恒生呢 最近受到的负面影响比较大 所以说他的股票经常会下跌 股值也很难涨 因为这种香港的政治不稳定 对吧 经济也不稳定 现在很多老外不愿意跑到香港去了 大量的资金开始流出香港 所以说呢 那些富豪就会把香港的股票卖掉 然后投到美国和欧洲去 那么这种时候呢 中国的A50买涨 香港的恒生 做空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套利空间 在前几天呢 是China50指数呢 是上涨幅度远远大于恒生 我们有很多客户非常强啊 最近呢 买涨这个股指是赚了几百万几百万啊 非常开心啊 就是说两三百万的去盈利 澳币啊 不是人民币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大钱啊 赚这种大钱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运气 并且呢 要有一点的胆量啊 像我的话就 呃 不太敢 现在 因为上半年吃了石油的亏 那么技术面的话 近段时间 金融地产白酒和蓝筹的启动啊 对股市的指数的推动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政策面上的话 也有中国政府的一个绝对的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新闻联播啊 也爆了这个A股 目前呢 进入一个小牛市 新闻联播都爆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上次截图啊 当时的截图还在一万四千七百点左右 那么现在呢 今天最高点已经是一万六千多点 又上涨了百分之十几 啊 所以说呢 China50啊 到就是说长期看上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上周四的价格呢 更低啊 上周四是什么价格 啊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网课之后去买了 我们有一个客户 听了网课去买 赚了差不多小一百多万不到两百万 应该是奥币 上周四的话是七月几号 七月二号 对啊 七月二号网课的时候明显跟大家说了 七月二号 七月二号的价格还是一万四千五百点 现在是一万五千八百点 上涨了 一千三百点 一千四百点 一手的话就是一千四百美金 大概两千澳币啊 他买了几百手 所以说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给到的这个建议 大家也觉得非常认可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 调整餐位 那么上周我也讲了 就是说我多单还是远远大于我的空单 并且呢 我现在空单的只损了一半啊 只损了很多 好了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啊 军工股 还有 SAC200 SAC200的话现在又是六千点啊 不死不活的 澳洲的股票比较弱啊 就是也是因为跟目前的疫情有关 那么现在的话是在非常关键的位置啊 大家一定要关注最近澳洲两百指数的走势 如果是在均线站上去了 那后市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是又掉头下下了 那就麻烦了 啊 因为他现在是踩在了均线这里 一直是盘整 我们刚刚也看了 所有的踩在均线盘整期 后面都是要形成一个新的方向的 那么他现在就在选方向 如果选错了的话 对我们来讲很麻烦的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确实比较晚了 那么也祝大家好好休息 那么也不要经常出门了 在家里好好休息 其他方面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我觉得上周的网课质量比这周要高一些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回顾一下 就是说还有最后面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四个比较 有指数的 有这个美元的 有黄金的 放在同一个图表里面 我们去做一个比较 那么做一个参照物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判断的 正确率会更高一些 这个呢 就是短线的一个交易 今天讲到的 大概的一个交易策略和指引止损的设置 那么对大家希望能有一定的帮助啊 就15分钟线和一小时线 是我们主要关注的 好了 那么今天就是全部的内容 那么明后明天晚上的那个直播 我们取消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公司办公室 所以说呢 我们取消了 呃 跟大家通知一行 呃 一声 好非常最后 非常感谢大家的长期的支持 祝大家晚安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